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三輪賽事 今輪變題為雙軌制 甲方變題奧斯卡掌掛風波Will Smith應受更大譴責 粵方變題奧斯卡掌掛風波Chris Rock應受更大譴責 比賽雙方為甲方勝公會女名財中學 對粵方金巴倫掌奧會要到中學 請問大家介紹雙方變元甲方主辯彭均喬同學 第一副變鄭明娟同學 第二副變吳希彤同學 以及結變韻正希同學 粵方主辯林美琦同學 第一副變李欣林同學 第二副變楊啟光同學 以及結變郭志弘同學 再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 香港大學劇與辯論隊隊員陳文春先生 性事提反書院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賴偉肥老師 以及前中大聯合書院辯論員李詠欣小姐 本場比賽分主辯 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 及結變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為4、3、3、4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 將有一釘提示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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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時15秒則會連叮三下 叮叮 這時 本人將會打斷電源發言 並且提醒停配扣分 明白到網絡有遲緩 甚至可能聽不清楚鐘聲的情況 每節叮的時候 本人都會再加手勢去提示 電源在這裏有責任的留意營光 以及建議你們不要嘗試用了15秒的緩衝時間 其餘的詳細賽歸之前都已經給過雙方學校 請問主編對錯區有沒有任何言論 好沒有的話 比賽正式開始了 現在我們先請甲方主編發言 有沒有4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看鏡頭 請問聽不聽得清楚 清楚 3、2、1 叮 在主編的定義 譴責出自史記 只對荒謬言行或錯誤政策進行嚴厲申訴 但有莊重色彩 簡單來說 就是正式的斥責 不包括懲罰 而蔣國風波這件事 就是在剛剛過去的第94屆奧斯卡頓獎典禮上 班長Chris Ward 在台上調查Will Smith的妻子 最大品名Smith光頭 清等不切看他演出半個紅心第二季 接著Will Smith的憤怒衝上台 掌櫃了Chris Ward一巴 下台後仍然兩度爆粗後辱罵Chris Ward 令節目停播一分鐘 4月8日 奧斯卡金像獎主辦方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宣布 Will Smith在未來10年 將不能出席該學院主辦的所有活動 包括頒獎典禮 此次引起全球輿論熱議 要衡量這場掌櫃風波 究竟是Will Smith和Chris Ward應該受到更大譴責 就是比較哪一個行為更不可取 以及對電影價的負面影響更大 而我方認為Will Smith應該承受更大譴責 主要基於以下兩點 第一,Will Smith行為偏激,使用暴力 首先我們必須要知道 Chris Ward是由OCK大會邀請的頒獎嘉賓 而他的工作就是表現現代流行的喜劇幽默 即動督笑,主要炒熱現場氣氛 根據研究幽默和笑聲的心理學教授 羅德馬丁的科學研究報告顯示 幽默主要可封為四種風格 第一,侵惑人幽默 以大家都覺得有趣的日常笑話進行 第二,自貶型幽默 以貶低自己達到笑點 第三,攻擊型幽默 以嘲笑、諷刺他人或得笑點 多數用於表演為追求效果而採用的幽默 第四,自我提示型幽默 通過揭露自己過去的事跡而引起笑點 而從Chris Ward所說 我愛你Jader這一個外國人 關用打招呼方式就能夠看得出 這只是一貫以來的攻擊型幽默 並非故意挖苦Jader光頭 而Will Smith一開始聽到Chris Ward的話語 其實都有跟著笑 但他因故及到太太不妥的表情 尾有980萬人正在觀看直播的情況 一接上台打了Chris Ward一巴 回到座位,又兩度爆F字頭的粗口 辱罵Chris Ward 他這個行為不單止極度不尊重幽默文化 還構成蓄意傷人罪以及語言暴力 因此對Will Smith掌握Chris Ward一事 我方絕對不能夠接受 第二,Will Smith破壞典禮現場 以非本次頒獎活動性質奪走全場焦點 奧斯加是世界歷史上最悠久的演藝獎勵活動 令到入圍得獎名單 是由合乎資格的影藝學院會員而投票決定 想獲獎絕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而今天奧斯加頒獎典禮最大的熱議焦點 並非最佳難配角一獎 是由特洛伊科蘇爾 憑電影《新之旋律》歷史上奪得 亦不是電影《沙幽榮獲六項大獎》 而是新影帝Will Smith情緒失控 商台爆露獎頒獎人Chris Ward一巴 根據Google於3月31日公佈的統計數字顯示 過去兩日網民搜尋Will Smith的次數 比贏得奧斯加最佳電影的《新之旋律》多出25倍 美國影藝學院院長魯斌和執行長哈德頌 在今個月8日都聯同表示 奧斯加是為了慶祝過去一年影藝從業員的勞動成果 但卻被Will Smith在台上展示 不可接受的有害行為所掩蓋 相反Chris Ward被獎掛一巴後 繼續盡視自己做巴掌嘉賓的責任 維持典禮將行 沒有令典禮留情受阻 以上可見Will Smith奪走全場焦點 令其他得獎者的關注變少 影藝從業員製作每一部電影的努力都被這巴掌所掩蓋 最後我想問柳方同學 你們是否認為肢體暴力就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呢? 多謝各位 柳方主變發言時間為3分52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又整血柳方主變 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整項鏡頭示意 市面前 Berg 請問 你是否聽到? 聽錯 3 2 1 magnitude 就有4 人和責任 譴責的唯一標準呢 例如今天有人會有棄致大量的廚餘 都沒有觸犯法律 那按照有方邏輯 這種行為都不應該受到譴責 所以這個說法是不合理的 回到這個風波 可以達成共識的是 兩個當時人都有錯 到底要如何分辨 誰要受到更大的譴責 這個就不得不提到過和過之間的區別 這個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瑜伽哲學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哲學系教授同工藝指出 人有七情六欲 每個人都會犯錯 行為的失控是因為無法適當地控制情緒 但只要意識到錯誤 反思及改過就是一種錯過錯值得被原諒 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鄭忠義就上述觀點提出 惡是只故意行惡不斷重複犯錯 沒有悔過之心不願意面對自己的錯 這類人不應該被輕易原諒 上述懷念都被美國哈威爾大學馬洛亞奔校教授 柏金斯的著作 天地不仁 中國哲學的惡的問題 以及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尼曼贊寫的惡語現代思想 都在判斷善惡中抄口了上述的觀點 笑話的出現只是想引人一笑 但是每個笑話背後涉及的議題、對象、場合等 都會影響笑話的結果 因此我們不能以開玩笑作為逃避責任的藉口 更不應該直開玩笑作為攻擊他人的手段 否則等同於行惡 因此我方認為應該從他們行為背後的動機 過去類近的經驗和事後處理的態度等前提下 分析兩者的錯誤是過還是惡的表現 我方認為 Chris Rock應該受到更大譴責 可以從兩人的角度分析 第一,在Will Smith角度下,他的錯誤是過的表現 因為不忍心自己妻子被冒犯 為了捍衛妻子的尊嚴 Will Smith以台上掌菌的方式表達憤怒 從行為上使用暴力必然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當他冷靜過後,已經即時在台上道歉 也有公開向Chris Rock道歉 並承諾以後不會再犯相同的錯誤 更主動提出退出奧斯卡會籍 願意接受任何懲罰 因此,雖然Will Smith的行為是錯 但他也有反思 並且態度上願意承擔錯誤 而且Will Smith也曾經被其他人 包括Chris Rock進行過人身攻擊 開過玩笑 但也沒有用暴力表達自己不滿的情緒 可以看到他平時不是一個 一個慣用暴力去面對羞辱的人 這次只是一時失控的表現 第二,在Chris Rock的角度下 他的錯誤是惡的表現 Chris Rock自己也承認 在當時演講時中 根本就沒有Will Smith妻子有關頭髮的笑話 即是說這段是他即興的演講 即使當他不知者不罪 他都沒有想過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但當時候得知當事人感到被冒犯 為什麼又沒有道歉呢? 同時Chris Rock也不是初犯者 2016年他將亞瑞兒童作為腳頭 嘲笑亞瑞兒死讀書的黑板形象 令著名導演李安 和其他25名亞瑞影星發起抗議信 最後是由學院發表了公開道歉 2017年Chris Rock在他和女政的問題 和性騷擾指控上開玩笑地說 我不會再鼓勇女人 因為他們喜歡哭著強姦來賺錢 即是忍耐不滿 在面對各方批評的聲音 他至今為止都只是表示沒有時間表態 一次又一次的口不責任 不單令他沒有反思 他亦沒有為這些行為表達過任何協議 這種正正符合惡的表現 不應該被輕易原諒 可以見到分析二人的行為動機 過去事件事後態度上 Chris Rock應該都比Smith更貼合惡的表現 因此應受更大譴責 多謝各位 越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57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去到台上發明環節 會先由甲方便員派到台上便員向越方主便提問 發明時間為1分鐘 然後越方主便會有1分鐘時間準備,1分鐘時間作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 在到期前15秒鐘有一丁提示 丁 夠鐘則有兩丁提示 丁丁 然後就到越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向甲方主便提問 在這裡提醒評判去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你們分子上面越方分子第一格其實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好,我們現在又請甲方先派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1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整項鏡頭示宜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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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清楚 清楚 3、2、1 Bing 作主,各位大家好 不難發現有方同學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你們一直在說Will Smith道歉了 這樣就可以原諒他 但其實你們有沒有想過 如果Will Smith落手落得重點 這個打到Chris Roderick醫院又不行呢? 再者如果有方同學想 這個其實也不是很大傷害 假的就不能出到原 但你們有沒有想過 其實也可以對Chris Roderick造成心理陰 影響到他整個前途受罪 每次說換笑的心都很害怕 不敢亂說話 令到他的前途受毀 日方同學 你們是不是如果暴力落手 如果Will Smith用得暴力再重點 對Chris Roderick造成心理陰影 又不是值得原諒呢? 多謝各位 月方煮遍一分鐘時間準備開始計時 便宜 為難 充 三 二 二 三 雙 -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请帮主便回答,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整个镜头示宜 - 叮叮,叮叮,听到吗? - 清楚的,3,2,1,叮! - 还有各位,大家好,刚才有方的问题是见基于他假设了他只要大力一点,他是不是就会有心理阴影呢? - 但其实有方有什么可以证明到这条问题,他的真实性呢? - 而且有方跟我们说,被掌菌的那位克里斯莫克,他会有心理阴影 - 但是他现在被讽刺的那个Jader,其实有没有想过,其实他是作为一个当事人,他都会有心理阴影呢? - 在当着十几亿人的面前,接着被他公开开玩笑,其实他都会有很大的心理阴影呢? - 所以呢,我们双方都无法证明到这些有关于心理的行为,这些事情 - 所以我们更加要应该有个标准去看一下,例如说,他的背后动机,事后处理态度等等 - 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克里斯莫克在被掌菌完之后,他知道当时人感到被冤犯,他是完全没有道歉的行为 - 而Will Smith在掌菌过后,激动过后,其实他是有作出一个道歉,而且他也有承担一个后果 - 所以我们要- 发言时间结束 - 现在有请月方去提问,请月方派出台上面,原发文了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整个镜头事宜 - 请问听一下,清楚不清楚? - 清楚,3,2,1,兵 - 各位大家好,今天游方就觉得,今天克里斯莫克说话其实是职业所需 - 但是呢,职业是不是真的可以作为一个藉口去掩盖克里斯莫克的错呢? - 其实不需要做任何的判断呢? - 如果今天我们按照游方的逻辑,我们不需要判断的话 -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变题是要审视双方? - 究竟哪个行为是否合理呢? - 再问多一次,就是游方会以什么标准去判断这两者的错是如何去产生的呢? - 多谢各位 - 甲方主便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开始介绍 - 甲方主便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开始介绍 - 四分钟时间做得bau - 失业则 - 加新待 叮叮,预备时间结束,请正方主便回答,以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用镜头示意。 可以。 3,2,1,叮。 再做个位大好,多谢友方同学的提问,首先我们再强调一次我们的标准,就是比较哪一个行为不可取,以及对电影界的负面影响更大,其次我们在第一和第二个论点分别已经说过, Roll Smith破坏点来延长,以非本次班上活动性质夺走焦点,第二,多谢各位。 是,好,那现在台上发问的环节结束了,我们有请甲方第一负面发言,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用镜头示意。 试咪试咪试咪,想问听不听得清楚? 最近有一些杂声,可以。 不好意思啊,明白。 是,想问听不听得清楚? 诶,双方或者评判都OK吗?是吗? 嗯,好,那我们可以。 3,2,1,叮。 主席评判,正着个位,大家好,如果今天是实体作赛的话, 我一站在台上的,我相信已经是颈得腾腾震,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怕我稍后发现会得罪了有方同学, 然后有方同学就走过来打我一巴掌。 但是呢,今天很幸运的是,我还是在网赛中的状态, 所以有方同学是绝对不可以纯着网线过来打我。 因此呢,我决定现在要大胆地指出有方同学所犯的三大错误。 那有方同学犯的第一个错误呢,就是认为Chris Rock的换笑是言语暴力。 但是,我们要理清楚究竟什么是暴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暴力的定义呢,就是说, 蓄意地去运用具体的力量或者权力, 去对自身、他人、群体或者社会造成一个威胁或者伤害。 可能会造成损伤、死亡、精神伤害,这些才算是叫做一个暴力。 那其实呢,Chris Rock的那个是不是真的一个言语暴力呢? 不是的,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就是,那个攻击型幽默都是一种的表演方式,多数是用表演才会去追求的嘛。 再者就是,当时Chris Rock的说话的语气、态度和当时的氛围来说, 根本就不是一个固意挖苦这个Jada Pinker Smith,他有病的哦。 那为什么他不是一个笑话呢? 再者,我们看一下Chris Rock的那个言语,他就是说,我等不及去看你出演电影《伴我洪心》的第二季。 那其实《伴我洪心》这部电影呢,说的呢,就是女主角为了证明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冲锋行动,去保卫家园, 而去加入了特种部队去受训,但是训练中途呢,就有不少的男性都忍受不住训练的痛苦和艰辛而放弃了,反而是女主角,他呢就坚持到最后,可以见到就是女主角本身都是一个很勇敢又不怕困难的女性。 那就算真是由Jada Pinker Smith去出演这个女主角的话,那其实又怎样会形成一个羞辱呢?又怎样会构成了一个言语暴力呢? 反而是有方向今日必须要论证清楚,为什么那句话,也就是说,为什么说Jada Pinker Smith去出演这个电影呢? 就是一个羞辱,就是会形成一个创伤呢? 还有就是Jada Pinker Smith是否真的有这个创伤呢? 然后又分头第二个,再者就是,Chris Rock他其实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而已 但是呢,我们比较一下Will Smith的襲击行为,和他两道爆出口,这些才是真正符合细围对暴力的定义 为什么他就不是应该要受到更加大的谴责? 就好像有方向今日所说的是过失,是不是真的可以用过失去掩盖了他的这个肢体暴力呢? 最后就是,你们有方向说他们已经是有道歉了 其实我想问,他是真心的出于雨伦的压力去道歉? 还是因为公关的道歉呢? 有方向又说,就是说那个Chris Rock的前科 是我方都认为Chris Rock那时候的确是做错了 但是那时候做错了,就不代表这一届他都要受到谴责 他要为到那一届去受到谴责,就是2016年88届去受到谴责 但是今天我们就就着掌管风帮这件事讨论,Chris Rock是没错的 他只不过开了一个玩笑,但是相反Will Smith的肢体暴力的比较之下 为什么不是Will Smith,他应该要受到更加大的谴责呢?多谢各位 各方一副发言时间为3分04秒,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又请月方第一副面,要3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去镜头示意 试咪试咪试咪,请问听不听得清楚? 清楚,3,2,1,叮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很多问题 第一,合理化了Chris Rock的行为 今天有方就说,其实Chris Rock只不过是说了个笑话 但其实今天不是说不可以说笑话 但是不是应该用一个更适合的方式,更适合的场合去说呢? 而今天Chris Rock攻击完人之后,不道歉,不反思 而这个就是一个接近恶的行为 而正如有分和我所说,其实幽默是有分几率 包括社会形,即是有助沟通,令生活更轻松 攻击形,即是嘲讽伤害别人自尊 而今天有分都承认了Chris Rock所说的是攻击性的幽默 但他们就觉得无所谓 而当今天Will Smith老婆都表达出自己被冒犯的时候 那Chris Rock是否起码都要道歉呢? 但有方还今天仍然很自私 认为一个喜剧演员要踩越气氛就可以冒犯他人 那背后的目的又是否为了名誉和展现急财呢? 而Chris Rock侮辱他人就是非常自私的行为 其实我方就不像有方那么片面 单纯认为职业需要引人发笑就可以 更加是想探讨笑背后的意义和问题所在 有方又说Will的行为会损害典礼 但到底有多少的损失呢? 有方今天都没有跟我们论证 第二,有方今天混淆视听 有方说Chris Rock的行为是为了炒烈气氛 但今天绝对不是用一句席落的说话就可以炒烈气氛 就算真的,但为什么要指名道姓 有一个被病魔和脱法问题所困的受害者Jader去开玩笑呢? 其实今天就例如像一些女性被强奸那样 有些人会认为她们卖弄知识 晚上穿短裙出街,所以被强奸也是自己拿来 而今天就有个博物馆展现出被强奸者的衣着 希望值此表达出穿任何衣着都会被侵犯的可能性 再带出这番说话的人的荒谬性 但有方今天偏偏就认为 就算在受害者面前 在几亿人的颁奖典礼上 侮辱被强奸者都是情有可缘 因为他只是一个玩笑 那今天是不是在受害者身上耍炎就是有意义呢? 所以今天真真正正不尊重幽默文化的 其实是Chris Watt 第三,有方偷换概念 今天有方就说 其实Will Smith的行为是偏激的 言下之意 有方认为他是犯法一个错误的行为 其实从法律途径上 我们能够判断人有没有犯法 但社会的显摘其实不单单只是针对法律层面 社会的契约关系、伦理道上 都是显摘的指标 例如今天人浪费食物或者学生迟度 其实都是没有犯法 但我们会不会显摘他呢? 社会要我们互相尊重 本身都是不受法律的规范 但当有人不尊重他人的时候 我们同样都会显摘 而Chris Watt口不责言 侮辱、侮辱、侮辱他人 为什么这个不可以有一个指标呢? 所以Chris Watt有这么恶劣的心理背后 其实是有方甚至是大众对他的 习惯演员的身份包容 而不知不觉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犯错 社会大众会觉得打人是严重和犯罪的罪行 我方不反对 但大家不妨想想 言语的伤害是否一定低于肢体 其实都不一定 只不过是今天言语伤害的起诉门栏 过于模糊 导致很难用于法律层面上 到底我们要用准确说些什么才可以起诉呢? 所以在这么模糊不清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用道德的角度的显摘和批平 而法律就不会是唯一的指标 但归根究底 就是多说话伤害到人的时候 无论今天是有心还是无意 起码都要作出道 但Chris Watts 至今仍然不闻不闻 那是否应该受到更大的谴责呢? 多谢各位 月方一虎发现时间为3分06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又请隔方第二副便 你要三分钟发现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听不听得清楚? 是,清楚 3,2,1,兵 各位大家好 今天想问有方同学 是否有道歉就可以逃避这个谴责呢? 以及为何这个范围 为何不可以开玩笑呢? 明明 著名心理学家 佛乐依德提出的释放理论可以解释 个体往往会抑压某种与社会不符的意识 因为道德的约束是长年累月无得释放 而其他人把它当成喜剧而幽默地说出来 正好就可以提供了一个社会文化认可的方式 合理地将抑压着的情绪释放出来 从而产生愉快的感觉 还有 难道今天我很不同意有方同学说的东西 我又可以打你一包和用粗口骂你了 更何况当时有成9百80万人 在颁奖典礼的直播 那是什么方众打人 他这样做只会令人觉得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而且原本在国际舍负姓名的Jane Hamion 今次规围12年后 终于可以担任导演拍摄作品《犬山记》 他在接受英国全国性综合内容 The Guardian的采访时说到 在拍摄这部作品之前 他曾经有想过要退休 但他今天又荣获了最佳导演奖 而他又成为了史辰第三位 获得奖项的女性 而且 Will Smith也在今次奥斯卡颁奖典礼中 奪得最佳男主角 他在电影《王者世家》 三次 今年才终于奪得影帝这一奖 而《王者》也认为他是实至名归的 但话虽如此 世人现在关注的又是否他的演技和作品呢 以上的这些都是电影的很大意义的成就 本身都逆来应该是应该得到关注 但现况就完全像台湾影评人帝会常务理事 翁王德所说的那样 世人日后回顾今届的奥斯卡 都只会是想起Will Smith的那一巴掌 而Laddy辛苦了很多很耐心的导演、演员 又或者佳作都统统因为Will Smith的不理智行为 失去了一定的关注度 而Will Smith自己也是因为台上打人一巴 和用粗口辱骂Priss Rock 真是完全在送断自己的前途 不能怪其他人的 如果当时他肯定选择 抱着安慰 抱着Jada的安慰 又或者 我的麦要求Priss Rock 停止讲这个笑话 反而会令大众更加欣赏他 因此 今天Will Smith必须承受更大的谴责 多谢各位 隔方二赴发言时间为2分42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我们有请协方第二赴面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请问听听不清楚 清楚 3 2 1 丁 各位大家好 今天对方认为取笑他人 我们不应该看太严肃的 因为对方是尝试合理攻击他人作为表演 但我们试想一下 其实我方都是不认同暴力的 但为什么每一次我们想变成 主席都会说 我们不能行任何人身攻击或暴力的语言呢 那就代表着 我们双方都是建基于尊重和理性之下的君子之身 我是不会冲过去打右方同学的 但右方的论调反而是合理化的暴力 甚至是觉得欲言暴力都不是暴力 不要紧要 更是鼓出社会都要认同这种态度 如果按照右方的逻辑 起的就是在挑战社会的权威 那说笑当然要有寓意在当中 但Chris Rock呢 纯粹想引起哄堂大笑 娱乐下感认真吗 但这种是挑战社会 还是在践踏他人的底线呢 而且右方尝试偷换概念 他们说电影界被破坏 来掩盖Chris Rock一直以来的错误 右方其实从来都没有认证过 船室有多大 究竟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右方其实是论证不了的 而我们看到右方 其实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只凭结果去论断 究竟谁是错的 右方其实是蒙古着焦点的 只是犯肢体暴力就一定是错的 其实只是审视一个人最低的门眼 所以才要配合道德的判断 才能够给予合理的谴责 我们回归到今场来看看 Will Smith他已经为了自身的行为而道歉 甚至为舆论的谴责 更加有可能会被法律追究 然而我们看看Chris Rock 指名道姓在公共场合 将Jada的通知放大 因此无论Will Smith有没有打人也好 Chris Rock作为一个史作俑者 都应该向无辜的Jada道歉 而且我们过去看到 Will Smith曾经都有被Chris Rock冒犯过 但他也没有反击过 而今次的行为也显示 Will Smith过往根本不是一个暴力的人 是能够被人可以接受合理的过错 但相反Chris Rock不是第一次取少人 取少亚裔女性 是家常便饭 甚至对方认为这些是职业的所需 作为借口去偏袒他的恶行 难道所谓的职业 就可以建立在他人的痛楚之上吗 所以可以看到有方 其实是不顾他人的想法和自私的 而我们看到今天讲笑 还有一个高情绪 其实只是一线之差的 任何职业是需要尊重他人为底线 不可以凌架他人 即使Chris Rock是一个喜剧演员 如果以他人的痛楚作为表演的借口 那其实是不是在破坏喜剧 作为一个社会上揭发不公的重要价值呢 他今天在取笑别人 其实就是将喜剧在社会上的价值被扭曲 更加不要谈有所谓的喜剧文化去彰剪社会公义 所以众上所说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是对方或者Chris Rock都好 他作为一个主体 无意识地将这种言论散播出去 觉得其实这种言论是没有问题的 演变了社会上认为一些 变了社会上觉得这种笑话是无恶意 所以就变成了从一种小的过错 演变成现在的罪恶 今次今天有方认为 Will Smith更加严重 和Chris Rock更加严重的中心 其实应该审视究竟两者 哪一个行为的背后 以及他之前的行为来判断 不能单从表面上 他有没有行制暴力 丁丁 判断 多谢各位 粤方第二部便发言时间为3分06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到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各有两轮提问 请甲方先派出台下发言发问 请你试一试麦 你会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用镜头示意 请问是否听到 清楚 3 2 1 兵 主持贫困在座 各位大家好 刚刚有方同学说 其实Will Smith已经有悔过了 所以就不需要特别再谴责他 但是其实有悔过是否代表不需要谴责呢 当时有一个人杀了人 和有一个人练拔洛索 但是杀了一个人 已经受到他应该得的惩罚 以及已经有悔过了 但是抛垃圾那个仍然是没有任何惩罚 以及完全没有一点负义 那的话 是不是那个抛垃圾那个 是不是就不需要再谴责他呢 是的 好 月光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开始计算 谢谢 interfer思细 魂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月邦派出位電源回答 有一分鐘回答時間準備好請問鏡頭示意 閃閃閃閃請問聽不聽聽 清楚,3、2、1,叮 各位大家好,有方向你舉了一個殺人這麼極端的例子 但舉出來之後又沒有給背景,他殺人背後的動機 而且又沒有交代他平時的行為是怎樣 就是跟我們說了這個時候他道歉 但其實道不道歉都只是我們判斷 是不是應該受到更大譴責準則中的其一標準 但我方其實說過,我們要從行為背後的動機 之後處理和他類近的經驗 才可以有一個比較嚴謹的標準去判斷 他究竟是自覺是惡,是不是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 而有方其實只是跟我們說了他最後最直接的那樣東西 就是他道歉 有時候其實有方這個問題是我們雙方都無法去得知 其實他應不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 多謝各位 接著又請葉芳派出位台下變員發問 請給我開啟鏡頭和試麥 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準備好整項鏡頭事宜 試麥,試麥,請問聽不聽到? 3,2,1,兵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同學說 因為公眾將視線放在打人道就會影響了電影業 但其實過去有很多電影背後的故事 演員事件等的受關注程度都高過電影本身 例如成龍不用替身的高難度動作 受傷等都引來了很多關注 或者電影本身都涉及很多敏感內容 而引起了很多關注 但我們都不會說影響了電影業發展 相反,當見到自己的老婆被羞辱發聲的時候 右方就覺得破壞了電影發展 當和平的手段都會有專門奪主的時候 想請右方冷靜當有不公不義的事情發生 為何我們就不可以發聲呢?多謝各位 隔方終有一分鐘的預備時間,開始計時 準備庁總共一分鐘 才需要到40 volta 因為這一段開始 是待って臨便的 constructive 地址 準備時間結束,有請甲方派出委員會回答 4米,4米,3米,3,2,1,丁 各位大家好,首先很感謝有方同學的問題,有方同學的問題其實很簡單 當我們受到欺辱的時候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發聲 首先我覺得很簡單,發聲就發聲,那你是不是一定要動手動操 再說,Will Smith他動手了,他掩蓋了其他人的努力成果 當我們看到Will Smith他打贏這件事情,是多過電影的25倍手審量的時候 就看出他掩蓋了其他人的努力成果 再者,我方的兒父都已經跟你說了其他的解決方法 為什麼你們不用那些,而是要用最差的方法呢? 就好像有方同學今天又說到那個譴責 因為他有道歉,就不用譴責,其實很利滴的 為什麼你要去考慮他的背後的行為呢? 如果有一個人他真的殺了人,那殺了人就是殺了人 為什麼還要理他的背景? 是不是因為他背後可能是很慘的,他很貧窮的,他一定要殺人的 是不是又可以因為他的背景而去逃避了這個法律的責任 又去逃避了這個譴責呢?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說的那個要理解他的背後的那個原因呢 是非常難做到冰車,很利利的 發言時間結束 各位 好,有請政方派出第二條台下發問了一分鐘的問題時間 準備好聽他的鏡頭事件 同學問你是否瞄了自己呢? 嘗嘗嘗嘗嘗,聽不聽到? 是,清楚,3,2,1,聲 好,剛剛有方就不斷提出Will Smith道歉,所以就不用譴責 但是呢,Will Smith獲獎當日其實呢 他是完全沒有跟Christopher道歉,就跟其他人道歉 可以看出非常地沒有誠意 他翌日他才去道歉 就表示他是迫迫於言論壓力,他才去道歉的 那請問這樣都不用譴責嗎?多謝各位 好,反過一分鐘的預備,準備時間開始介紹 謝謝 感谢观看 预备时间结束 请杰坊派出位便宜回答 你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请问听得听不清楚 听清楚 3 2 1 兵 大家好 今天游方说 Will Smith是因为舆论压力 所以才会道歉 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主攻的判断 游方如何去论证 他是一个因为舆论压力而去道歉 但我们从一个后续处理态度来看 Will Smith他有主动去承担错误 他也在社交媒体里公开道歉 这种不是叫做被舆论 或者是他们有承担吗 但Chris Wall他什么都没有做过 不道歉、不成绩、不做任何的行动 那这些为什么就在游方和我之下 要合理化了他的暴力行为 而不需要去舆论压力呢 所以游方今天很想强调 要我们比较出 究竟什么处理态度才会更加好 但其实要处理得更好 有千千八百万种 如果我们单凭我们要找一个更好的方法 就是根本没有结论 所以才要从我们事件的结果 以及后续的处理手法来去判断 究竟哪一个应该更加受谴责 而不是好像游方和我所说 只是他有没有行为暴力就应该受谴责 多谢各位 接着请月方派出第二条台下发问 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清亮镜头示意 请问听不听到 清楚 321兵 各位大家好 首先 首先有方不要再侮辱我们了 我们方是没有暴力倾向 没有打算要打人 其次我方都没有说过 Will Smith是不需要受到谴责 因为他们两个都有错 有方今天标准很表面的 提出标准不可取 但有方没有解释到 何为更不可取 因此是我们审视的变题 需要宏观地看整个事件 其实我们已经提出了 Chris Worg 濫用自己是喜剧演员的身份 由以前到现在 都多次有具争议性的发言 而且都没有道歉 即使抛开职业道德 互相尊重是一个最基本的良知 竟然我们常说要尊重不同的职业 就问有方同学 为什么Chris Worg 的职业 可以成为逃避责任的藉口呢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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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那是不是呢 我不明白就是 为什么有方和你们会认为 那部电影那个笑话是不可以笑呢 我都说了 那部电影其实是 说的是女主角很勇敢 为什么叫她去演奏一个的侮辱呢 再者就是为什么女性光头 就一定是一个恥辱的事情呢 我方不明白 有方和我们一直在说前方前方 我方都答了你 我方的确是认为Chris Rock那时候是做错了 但是我们今次就是掌刮风波 就是看回掌刮风波 他说的那个笑话根本没问题 为什么要受到谴责呢 好 我现在都退步说 退步说Chris Rock都有错了 最多Chris Rock都是受了一个 错了一个就是言语暴力 但是如果是要比较Will Smith Will Smith同时使用了 言语暴力和肢体暴力 为什么他又不需要去做到一个谴责呢 我方是实在不明白的 各位 台下发问的环节都完结了 现在去到截电的准备时间 双方截电也有一分钟的预备时间 开始介绍 所以我们下期间 下期再见 就能够做到我们的了解 这边在那边 預備時間結束,會先由粵方結電作總結 你有四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看鏡頭示意 想問聽得清楚嗎? 是清楚,3、2、1,丁 各位大家好,其實我跟今天所說更加應該遣責Chris Jock的原因 無非所謂生點,第一,Chris Jock他至今仍然對當事人道歉 第二,他在之前已經多次發生了因為講笑而令當事人受到冒犯的情況出現 而最後才是他發表的攻擊性言論不恰當的問題 今天Chris Jock的笑話是在台上,一個世界主謀的工作場下對Jader作出 無論他背後有沒有帶出一個教育的意義,但他的傷害都是顯然易見的 他是無視了Jader的感受和尊嚴,才會這麼自在地講出這個笑話 所以這件事不是一個過失,而是一個有以為的惡行 而當我們從小都做了教育 如果傷害了其他人,就應該道歉的時候 就應該善良實驗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今天看到Will Smith已經為他一時衝動而再出現和道歉 接受了處罰之後 反而以後取消其他人謀生的Chris Jock所謂的險責是四個Will Smith 為什麼一個從未反思過自己的行為,失視其他人感受的人 是不需要受到這麼大的險責 而Will Smith他打出這一巴掌的同時 都打勝了這個躍戰輕士言語對人來傷害的社會 我方希望做了各位明白,朋友之間的開玩笑和在公眾場上拿人開玩笑的分別 更何況,就算是朋友之間開玩笑 如果過了火,我們都知道要去道歉 而有方和我們今晨最大的風騎就是 第一,兩者的行為本身而不是動機做考慮 我方所說的過失是他已經為自己的行為 承擔了後果和道歉 而Chris Jock的笑話是一樣都未做到 是不是在有方眼中,如果我們罵了你一句 你就不可以原諒,無論做出這麼大的道歉賠償 我們都不原諒,要欠責呢? 第二,雙方對於暴力和笑話的理解程度之分 首先,我方是不支持暴力的 但當笑話對人造成傷害的時候 我方都認為是暴力的一種 而有方都一直跟我們說,拿打人做理智 其實我如果不斷使用一個憂鬱症的人 令到他不堪重複自殺了 其實這個事的後果都很嚴重 而第三,有方和我眼中的利益是大於對人的傷害 有方覺得為了保護奧斯卡典禮順利舉行 其實怎樣笑人都無所謂,都不應該表示不滿 但我方全上都在論證 其實我們是不應該傷害一個人的簡單道理 更何況電影都是為了表達一個道理 為何這件事沒有電影那麼重要呢? 再說個例子,在東四德時代的時候 有人想要越過柏林圍牆 東德士兵都有權開槍射殺 但最終GRP士兵在戰後都受了譴責處罰 軍事法庭指出,士兵開槍是接受命令 但你都可以將槍口吊高五多尾 避開手無寸字的庭文 雖然違法的是逃走的人 但為何士兵都反而受了更大的險證? 因為他們以命令作為屠殺的滋口 就不單單是法律的問題 更是一個良知的問題 而Chris Rock都像這個士兵一樣 他覺得自己的責任是重要於良知 以責任合理化了自己的行為 所以只是因為社會上有太多Chris Rock感 合理化了攻擊政事話的人 我們的道德標準會越來越低 才會在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將焦點放在這個巴掌上 而不是Chris Rock的笑話 其實法律已經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 是不是有什麼在眼中我們的道德標準 要去到這麼低,即是為止正常嚇你呢? 如果沒有Will Smith的這個巴掌 那根本這件事還會不會有這麼多關注呢? 所以當我們明白了事情發生的本質之後 我們才會明白何為過失何為惡行 而惡行才是最值得的險實 Will Smith已經為這一巴掌 承擔了應有的處罰和譴責後果 如果再被Will Smith受到更多的譴責 又是否這麼公平呢? 再反觀Chris Rock 我們才更加應該譴責他 譴責他一直用言語傷害人 又不道歉 不覺得自己有問題的惡行 令他受到應有的處罰 我方今天做出了譴責背後 去代表著我們為這些問題作出反思 令社會更加重視其實一句沒有形容的說話 傷害是不低於肢體暴力 甚至可以令一個平時都可以好好地 控制自己情緒的人 都會因為笑話是太過分 而為了保護妻子作出暴力的行為 而我方同學今天是沒有被交通 為何電影的利益更重要 我方都是一直用主公標準 作為一個問題的判斷 因此我方認為Chris Rock 是比Will Smith更加受到的譴責 多謝各位 月方結辯發言時間為3分54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最後有請隔方結辯 你要4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 請去鏡頭示宜 試麥 試麥 請問聽不聽清楚 清楚 3 2 1 兵 佐佐 各位 大家好 當我聽到這條變題之後 想起我終日有一次在跟朋友說笑話 無意之中笑他成電燈柱 之後他就很生氣地罵我 之後我馬上跟他道歉 你們會發現這個例子 跟當日奧斯卡掌掌風波很相似 但當中的受害地用了不同的方法解決問題 大家試想如果他一巴掌打我 還粗口罵我 你們會發現他很不對 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 其實當被冒犯了之後 不應該使用暴力 應該使用言語去解決問題 就像我朋友一樣 所謂Will Smith 你應受到更大的譴責 中觀全場 雙方的共通點都在於 我們各自都認為 Will Smith和Chris Rock 在這場掌掌風波中的行為都有錯 我方覺得Will Smith使用肢體暴力 應受譴責 有方覺得Chris Rock使用言語暴力 你應受譴責 而今天雙方分歧點 就是Will Smith和Chris Rock的行為 你應受到更大的譴責 而要衡量到哪個行為更錯 就要比較 究竟他們因衝動而打人更錯 還是因工作需要說出來的事 或者更錯 首先我們看看有方和他們的背景 其實你們已經是嚴重標準離地了 其實我們為何要看背景呢? 而你們就說要看背景 好,我們就和你們看背景 但不過其實Chris Rock 他的背景是什麼? 就是為了和這個 在座各位說換笑 但是為何Will Smith 他背後就是為了保護妻子 為何不用受到譴責呢? 第二就是有方同學覺得 好,這個同學已經論證了 這個無論是Will Smith也好 Chris Rock也好 都有錯 其實為何兩方都有錯 為何Will Smith 不用受到更大的譴責呢? 再此我想總結三件事 第一,其實有方同學 都是想帶出 一件事就是打 我方同學想帶出 一件事就是打人是不對 暴力本身的出現就是錯 施暴者更大譴責 跳入有方同學的立場 其實大家在日常生活 都有機會得罪人 但被人得罪那個 不會一巴掌打在你那裡的話 他們可能會罵你 或者表明得罪了他 但是他們未必受到受打理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知道 暴力是不對 暴力是犯法的 但是Will Smith就使用了暴力 去解決這件事 由此可見 Will Smith你應受到更大的譴責 第二,有方同學覺得 Chris Rock用延遠暴力傷人 應受更大的譴責 而我方覺得Chris Rock根本沒有做錯過 他只是在說笑話 但是有方同學有沒有想過 Chris Rock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 使用攻擊而幽默去說動督笑 只是Will Smith的行為 過於偏激 動手大他 由此可見 Will Smith使用暴力 絕對不能被允許 第三,有方覺得 Will Smith道歉了 可言不用受到譴責 值得原諒 Chris Rock就沒有受到譴責 你已經受到比Will Smith更大的譴責 而我方覺得Will Smith因為用了肢體暴力 已經受到更大的譴責 來到這裏 不難改有方同學的公典並不合理 一個人道歉 無論怎樣都可以 而樹楷當然不是 難道你們覺得 一個人打人 比一個人開玩笑 你已經受到更大的譴責 那又是否真的沒有問題呢? 由此可見 Will Smith你已經受到比Chris Rock更大的譴責 總結全場比賽 Will Smith因為使用了肢體暴力 已經受更大的譴責 相反 Chris Rock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不應受到譴責 只是說了一個笑話 所以Will Smith你已經受到更大的譴責 這是我方便提 你答應了 多謝各位 甲方結辯發言時間為3分43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比賽來到這裏過一段落 評判都需要一點時間去處理分子 但評判你處理完之後 可以在通訊那裏跟我說一聲 那就開始逐一為今場的比賽去做一些評語 這樣的 評判留意一下 最佳辯論員那裏選3位去比分就可以了 謝謝 以上 好,我們現在可以先請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隊員陳文春先生 就雙方的表現給一些評論,有請 大家好,不好意思,我打了針,聲音有點沙 我首先想說的是雙方衡量這條辯題的準則 或者你拿的道德的標準 其實我兩邊都不太喜歡 原因是這件事也是一件在美國發生的事情 當地主要討論這件事在美國發生的事情 當地的人會覺得這些是否一些hate speech 或者hate crime 這方面兩地的文化差異很大 如果你們拿中國古代的一些思想去衡量 即美國發生的這件事 就有些好像用明朝的劍斬清朝的觀 就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兩邊衡量的準則我覺得是有點離題 或者不是離題 我會比較沒有那麼… 我覺得這樣衡量變態的方法就可能沒有那麼好 對比起你拿當地的人來思想去衡量 當然辯論就不一定要討論主流的說法 不過美國人的主流的說法都會覺得 這些是否構成hate speech hate crime 這些道德標準去衡量 所以今天就有點奇怪 我覺得今天雙方的合論都是不連貫的 即是你們不同的面位會講出不同的理論 即是你每個面位都會講出一個新的理論 一個新的道德標準去衡量這件事很不好 那我就覺得 即是我不會為這件事 我不會覺得這件事是為內容加分的 反而是你衡量變態的一呎 就會非常搖擺不定 那一致是有一點矛盾的地方 即是譬如正方這樣 你又會覺得 即是你台下 你第二 即是二副完了之後 那個台下發問 你第一次回答是說 不應該衡量一件事的前因後果 即是一件事究竟值不值得 哪一件事值得譴責 是不應該衡量它的前因後果 那這件事就很明顯 和你前場的標準完全是矛盾的 那所以就會很奇怪 不過反方就 即是月況 只剩下 接變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特別去做這個位 那所以就 整體來說 我覺得 怎樣可以做到更好的立論 我覺得你應該是要 在前場就可能確立了 某一種理論 某一種標準 然後你推進的方法 不是拋更多的理論出來 而是要提出相近的 相近的個案 去類比這件事去衡量 即是譬如 如果你要衡量 你在法庭上 你要衡量一人 是不是錯 即是對還是錯 已經不應該實在譴責 即是判了多少 你都會拿不同的案例去阻證 譬如我會想到類似的案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雖然我當時還沒有出生 就是當年世界杯決賽 意大利對法國 就有一個意大利的球員 問候斯丹的媽媽 然後斯丹就用頭錘去頂撞她 然後就拿了紅牌 我覺得如果你是用多些這類的例子 即是不同相近的個案 去作證你的立論 而不是不斷用一些引例 即是你自己作出來的類比 即是你會說了很多 那是不是我這樣就可以 是不是這樣就可以 這樣其實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你應該是要拿回過往一些 即是同樣具爭議 就是有人打人 因為被人侮辱 而動操打人的真實的例子去佐證 而今天呢 雙方在這方面的資料運用 是接近零的 所以就 所以我會做得整場 即是 你會看到我的分子 至於主線立論 資料運用 以及論點連貫 我都是給你們 即是下品的分數 我會解釋 然後 然後 即是我會 雙方呢 譬如 內容的分子 都會隨著變位 而慢慢下降 因為 大家拋出來不同的理論 然後不連貫 又欠缺實例 所以我會想雙方 比較留意這一方面 就是 你衡量哪一題 就是 道德標準連連貫 以及怎樣做證 所以 希望 如果打相關 以後打相關的面題 如果可以留意到這方面 可能就會 比今天打得 真的沒那麼泥照 多謝 謝謝 謝謝陳先生的分享 接著我們有請 政治提反書院 中文辯論隊 負責老師 拜韋斐老師 去跟我們分享 謝謝 我首先 我也很同意 陳先生 剛剛 陳先生的評判 他的評語 是很中肯的 因為其實 甲方 你不斷說自己的例子 怕被人打 但是 你首先要考慮 奧斯卡的特殊性 還有 其實他們兩個 都是公眾人物 所以 如果你真的拿回自己的例子 做一個類比 其實真的不太適合 所以我也同意剛剛 陳先生所說的評語 其次就是 其實 某程度上 我自己會覺得 粵方今次是打得好的 因為其實你們 坦白說 你們是從一個道德的高地 在道德的層面 去處理這一條的變態 而甲方同學 其實你除了法律之外 其實你可以跳一個更高的層面 去處理這條變態 我覺得 為什麼中西文化 在對這件事件上 有這麼大的差異 因為西方的社會 其實普遍會支持Chris Rock的 這個是真的 因為他們在民主的制度之下 其實你上網已經找到了 民主其實是講求法治 講求言論自由 其實你們已經可以寫下 這兩個已經是站的位是極高的 可以是對你們有利的 相反地 我覺得你們的頭開得很漂亮 開得很漂亮 就是你們可以做的東西就是 是去把Chris Rock這個定義是一個表演 OK 那對方說你這個 就是矮化了 就是這個 自身的道德 其實他們是很正常的 但是其實對你們來說 就是隔方的同學 你再有一樣東西 你就要去再發大民主制度 你要發大民主制度 就是說民主制度 那個法治 那個法治 和言論自由 和言論自由 去講 那麼你的立場就會堅定很多 你可以反駁到對方的東西 可以更多 因為其實你去說對方 就是出於一個的言語 其實在民主社會裡面 這個語言 就是每一個人 其實言論自由 每一個人都有言論自由 每一個人都可以 就是說民主制度 應該這麼說 民主制度其實是賦予了人 一個權利 是藉由對話去表達自己的觀點 那所以呢 我結辯的同學 你去到一個 就是表達上面 打人就是不對 打人就是不對的時候 其實對方很容易反駁你的 就是說 二路 我現在我是為了保護我妻子 是在這個 我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我要告訴別人 你現在公然侮辱女性是不對 其實他們很容易反駁你這個觀點 你反而 你的表達上面 你應該說就是 在一個言論自由社 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裡面 其實賦予每一個人都有一個 表達自己觀點 是藉由語言去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 其實 Will Smith都可以有權利 是透過法律資訊去告這個Chris Rock 為什麼他要出此下策出手傷人呢 而出手傷人是一個法治 真的是你犯了法 是公然挑戰法律 你這樣表達的時候 你的層次就高很多 不是流於打人就是不對 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所以希望隔方的同學 注意一下 其實你的表達 你的語言 和你自己的主線 是要很橫橫相扣的 OK 我今天的意見就到這裡 好 還有一次多謝賴老師的分享 最後請 前中大聯合學院辯員 李永恩使者是和大家分享的 好 謝謝賽會 還有多謝各位同學 今天準備這一場比賽 前面的評判其實都已經講得很詳細 所以我就再補充多三點 首先 這場比賽給我的感覺 就是兩方的同學 都是有一些角說角畫的感覺 其實由一開始 主變開始去到結變 其實都是給我的感覺 就是自己說回自己為什麼對 但是就沒有真的跳入對方的主線 或者沒有真的去討論過對方的論點 為什麼 從你的論點來說 你的論點是比較可取的 全場都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我舉其中幾個例子去講一講 首先由標準開始 我也很同意前面兩位評判說 關於標準的一些評論 就算你們真的選了一些可能中國 或者未必在當時奧斯卡發生的那個 語境底下的標準去衡量也好 如果對方開了這個標準出來 你看到兩方的標準不一樣 其實你們都應該要解釋一下為什麼 評判應該要購入你們方的標準 而不是對方的標準 譬如隔方的同學 你們的標準是 衡量哪一個的行為更加不可取 以及對電影界的影響更加負面 而越方的標準就是 比較誰是過誰是惡 我覺得如果隔方的同學 你要評判購入你的標準 就可以說越方的標準 是沒有針對到當時的情況 因為奧斯卡是一個 電影界的一個城市 所以你衡量這條變題 應該就要看回 對電影界的負面影響 如果越方同學 你想評判購入你的標準 也可以說你只是定義起電影界 就太過狹崖了 因為這條變題或者這件事 其實是會影響到整體社會的價值觀 所以我們應該需要一個 宏觀一點的觀點去看這條變題 這樣就真的可以 告訴評判哪一個標準是更加可取 以及會有比較意識在裡面 但是今天很可惜 就不太聽到這些比較 就會自己說回自己的標準 自己說回自己的論點 但是很少討論過對方的一些 對方的問題 或者為什麼對方給你的論點 是沒有那麼可取的 另外第二就是在資料的運用方面 我會覺得今場聽到的資料 就不算很多 而且去到後場都有重複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也有 跟同學去準備這一題的變題 所以其實我之前也有聽過 裡面的一些資料 那麽月方的主編呢 其實有提過 就是說 Will Smith其實他平時 不是一個經常用暴力的人 那麽就講到說 那麽就講到他 就是說 你說Will Smith是一個 那一次才是因為互妻 所以才有這個行為 那麽但如果隔方的同學 你有做到足夠的 research 其實你會發現 Will Smith以前 在多年前 他是曾經有企圖想打一個記者的 那麽如果 你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是做得夠仔細 或者找資料找得夠多 夠 就是夠詳細 其實你應該可以用到這個資料去講 就是說 既然有方同學你跟我說 Chris Rock他不是初犯者 那麽不如我們一齊看 Will Smith他以前做過什麽 那麽其實Will Smith以前 都有類似的行為 那麽這樣呢 就會真的針對對方的問題去答 而不是說 他說他平時不是常用暴力 那麽你就選擇 不會拍這個點 那麽他們就會拿了份 那在資料的運用方面 可以 兩方的同學都可以嘗試 豐富 即豐富自己份稿 就帶出多些資料 給評判聽到的 那麽然後到最後一點 就是第三點 關於Presentation方面 我會覺得雙方的同學 尤其是在負面 在這個結構上會比較亂的 那麽我今天聽到你們的接觸 主要都是打散 項目為主 就是主要都是說 對方改了什麽 那我方就什麽 那麽 那給人的感覺 就是 就是給評判的感覺 就很難記住 你們說的論點 那麽還有另一方面 在結構上會比較亂的 因為你會見到 結構其實都是其中一個 比分的 考慮的因素 那麽 那麽所以 日後大家打辯論的時候 就可以在結構方面 再下多些苦工的 那麽跟著 最後一點 就是在網賽方面 Presentation 我都見到 大家都有 嘗試努力看鏡頭 那麽但是 都是會比較 就是讀稿會多的 那麽所以 就是日後打辯論 都是注意多些 眼神交流 那麽雖然是網賽 但是眼神交流 都很重要的 都會影響到 颱風的分數 那麽我的分享 就差不多了 謝謝 多謝李小姐 那麽我們在公布賽果之前 會先為大家去宣布 今場比賽的 最佳辯論員 的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月方第二副辯 楊啟光同學 正式為大家宣布賽果 隔方便題 奧斯卡掌摑風波 Will Smith 應受更大譴責 月方便題 奧斯卡掌摑風波 Chris Rock 應受更大譴責 由隔方 聖工會 女明財中學 到月方 金巴倫獎奧會 要到中學 隔方得票為0票 月方得票為3票 換言之 由月方金巴倫獎奧會 要到中學勝出 恭喜 這場比賽來到這裏 結束 多謝大家 分子和陸警方面 將會在兩個工作篇之內 上傳給老師和教練 下載 謝謝各位